所以很多业余写手都很喜欢打双打 那么今天这场精彩的双打 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到 首先作为一个双打营物员 你首先要拥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双打的技术 像进攻跟防守 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 你首先要会进攻 那进攻的路线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防守 我要会挑 我还会抽 或者放 这些都是双打一些防守的技术 跟进攻的一些技术 那么再加强一些 比如说发接发这些 如果封网 那么这些技术 你都能够会一些的话 那么双打再加上两个人一些配合 这场玩起来就会比较精彩 更加有趣了 更加精彩 对 现在还是只能在这个防守 没能够形成进攻 对 好球 就是从进攻的力度上来说 这个韩国这对选手应当说还是相当的强 这个球确实非常精彩 我们看到双方固有进攻 最终还是在平抽的 在交接当中 蔡云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所以从刚才这个球回合来 我们看到了进攻和防守 抽的这些都充分的体现出来 现在蔡云富海峰又落后两分了 韩国队16比14 好球 那么这个球就是李隆大在发球的时候 质量不是很好 蔡云很快的就抓到了这个机会 通过自己的揭发球 直接扑使了对方 那么男双其实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么从女双呢相对来说不像男双一个来回那么快 再一个呢就是攻击性的没有男双来的那么有危险 所以女双的来回有时候会更多 而且呢并不像男双有时候我拼命的去抢攻 有时候女双可能他就是说还会拉一些高球给你去进攻 好球 韩国队还是想通过半场来组织进攻 但是刚才这个球呢处理的不是很好 正好又是富海峰的正守区 也是很好的抓住了这个机会 好球 我们又看到了田敏义跟张军 两位教练曾经都是非常出色的双打运动员 包括董双运动员 这球因为退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所以防守的时候位置没有站好 所以有时候在防守的时候 如果这种球尽量把球再挑稍微高一点 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来准备 可能位置站得好 比较容易锁一些 从场面上来看 感觉到就是不要让正在城起跳 好球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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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确实这场球非常精彩 对 全场观众的情绪非常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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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